周比畅敢大胆承认整容的明星,这在娱乐圈还是非常罕见,一个看脸的时代。 更多的人对于自己的颜值开始越来越重视了。 有很多人补满意的自己的脸就去花很多钱去整容,现在科技也是野来越发达。 有很多人为了提高自己的颜值去整容。 整容也是一个手术,存在着一定的风险,整容也是有风险。 娱乐圈里有很多这样的为了提高自己的颜值去整容的大有人在。 有的整完之后发现自己还没有之前没整的样子好看,脸部完全僵硬,都不敢大笑。 当然最可怕的是那些整容留下来的后遗症,可能刚开始整得挺好看的。 但是没过多久脸就崩了,比比之前在一个节目采访中表示,自己整过容。 还是照着杨幂的样子整的,但是没想到整得很像刘诗诗,自己表示也很无奈。 其实明星公开说自己整容,这是有多大的勇气,很多明星是做不到的。 比比大胆地公开自己整容,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,毕竟爱美之心人皆有之。 周比畅这几年成长不少,留长发,摘掉标志性的眼镜,其个人形象也慢慢变成熟。 九年不变,依旧单纯,一个充满魅力且正能量的女生。 用真诚的嗓音,温暖的歌曲,打动无数人的心扉,出道十余年。 依旧是一个用心唱歌的歌手,我想这也是歌迷一直喜欢她的原因吧。 你喜欢整容后的比比吗?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谢谢。